在新北市来看一看这名菜姓男子 体重破了百公斤 那么吃饭之后 吃水果 吃这个水梨 不小心噎着 仗红着脸 没有办法呼吸 最后昏倒在浴室 她太太打着电话 向一九求救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 发现这个巷弄狭窄 那么费了好大的劲 把人抬上担架 狂跑150公尺 送到医院 还是回天罚暑 十万火急往前冲 因为一名体重破百的男子 吃水梨噎到 现场巷弄狭窄 消防人员决定救人要紧 胜退着单架 冲了150公尺 将病患送到父亲医院 预计界的巷弄 相当狭窄修车 根本没有忙回转 四名消防员 当次立断用冲的 把病患送到父亲医院 医院紧急插管治疗 男子还是回天罚术 根据了解 他当晚饭后 吃水梨却噎到了 妻子拿盐水给先生喝 还是没有用 接着瘫软在浴室 因为体重破百 太太根本抬不动 发现了这个巷弄 非常狭窄 是我们列管有岸的一个巷弄 那用救护车 倒车的话 速度会相对慢 所以我们同员决定了 用跑百米的速度 用单架 把这一位民众呢 推了150米 在一分钟之内 就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消防人员提醒 民众吃东西要特别小心 若不振食道 卡到异物阻碍呼吸 抓到的人 可以先用哈姆利克法急救 排除异物 接着通报 依旧寻求协助 中文字幕志愿 陈霞明少讲 新闻市报道